歡迎收看《時事評論》 美國《紐約時報》近日報發表標題為 《烏克蘭戰爭或不可能停止》 而美國應該承擔大部分責任的文章 作者是美國保守派評論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 文章提到本月法國前總統薩科齊首席顧問亨利·蓋洛 在法國《費加羅》報上警告 在美國目光短淺的領導下 歐洲國家正夢遊緊與俄羅斯開戰 蓋洛這種說法是借用了歷史學家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用來描述 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隱喻 當然蓋洛明白當前的烏克蘭戰爭 主要還是歸咎於俄羅斯 但在美國的幫助下 這場局部的無寧兩可的悲慘衝突 正演變成一場潛在的世界大戰 蓋洛認為由於對這場戰爭邏輯的誤解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正在賦予這場衝突 一個可能無法停止的勢頭 而2014年的時候 美國支持一場起義 反對合法當選的親俄烏克蘭政府 阿努科維奇 最後起義變成了一場暴力衝突 俄羅斯轉移吞併了克利米亞 近年來俄羅斯對克利米亞的控制 似乎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地區安排 至少俄羅斯的歐洲鄰國不再惹麻煩 但美國從未接受這個安排 2021年11月 美國和烏克蘭簽署了戰略合作夥伴建章 呼籲烏克蘭加入北約 譴責俄羅斯正在進行侵略 並且聲明堅定不宜支持克利米亞重生並入烏克蘭 蓋洛寫道 這個憲章令俄羅斯相信它必須發動攻擊 否則就會受到攻擊 這是關於普京總統在打這場戰爭的真實描述 5月9日在俄羅斯一連一度的勝利日月兵儀式上 普京說西方國家最先進武器正源源不斷送去烏克蘭 危險與日俱增 作者認為至今烏克蘭戰爭的困難進程證明了 普京的判斷是對的 即使是在蘇聯時代烏克蘭的軍事工業十分重要 但到了2014年烏克蘭幾乎沒有現代軍隊 但到了特朗普上台後 現代武器裝備開始流入烏克蘭 今天這個國家已經全副武裝 自從2018年以來烏克蘭獲得美國製造的標槍反坦克導彈 截黑的大炮、土耳其的旗手無人機 和其他北約盟國擁有的可互相操作武器 美國和加拿大最近更向烏克蘭提供了 英國設計的最新型M77榴彈炮 這種榴彈炮可以發射GPS制度的神劍炮彈 拜登總統剛剛簽署的一項向烏克蘭提供一男子價值 4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法案 而美國就一直想試圖維持這種假想 武裝自己的盟友和參與戰鬥是兩種事情 作者又認為即使大家可能不接受普京這種說法 但美國首先武裝烏克蘭而引發這場戰爭 不過毫無疑問的是 會令這場戰爭以爆炸致命的形式展開 美國在戰爭中的作用不是被動或偶然 美國令到烏克蘭人確信他們能在一場升級的戰爭中獲勝 美國已經表現出想令局勢升級傾向 今年3月拜登說不能讓普京繼續掌權 4月美國國防部奧斯丁解釋說 美國希望看到俄羅斯被削弱 美國語言學家朗姆斯基4月接採訪時 他說已經針對理想這種英雄式聲明的矛盾動機提出警告 他說演講者可能感覺好像模仿憂吉爾令人振奮 但他們大陸的後果可能是摧毀了烏克蘭 作者指出烏克蘭戰場的局勢已經發展到一個尷尬的階段 俄烏雙方都損失慘重 但各方也取得了進展 俄羅斯擁有通往克利米亞的陸地橋 並且控制了烏克蘭一些最肥肉的農業用地和能源資源 而且在最近幾天也保持不錯的戰場態勢 而烏克蘭在對城市進行強而有力的防禦後 可以期待北約提供進一步支持技術和武器 那就變成了一個不想儘快結束戰爭的最大動力 但如果戰爭不儘快結束 危險就會增加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上星期才警告說 談判需要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展開 以免造成難以克服的動盪和緊張局勢 他呼籲恢復到戰前的狀態 他還說如果戰爭繼續下去 那麼這場戰爭就不再是為了烏克蘭的自由 而是變成了針對俄羅斯的一場新戰爭 在這一點上基辛格和蓋洛的觀點是一致的 蓋洛曾經警告 他說對俄羅斯作出讓步就是一向侵略屈服 不作出讓步就會陷入瘋狂 作者認為美國沒有作出任何讓步 因為這樣會很冒免 而美國總統選舉即將舉行 因此拜登政府正在關閉談判的渠道 並致力於加劇戰爭 隨著時間推移致命武器大量輸入 包括美國的400億美元撥款 可能會令這場戰爭進入一個不同的局面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基本月在對學生發表講話時警告 這場戰爭最血腥的日子即將到來 塔斯社網站5月31日發表了一標題為 因烏克蘭而爭吵歐洲燃東西線分裂的文章 作者是伊哥爾·加什科夫 文章稱 西歐國家一向利用佔據的優勢 左右著整個聯盟的政策 他們對東歐現行秩序指手畫腳 並且在必要時以罰款或制裁相威脅 如果烏克蘭一旦通過加入歐盟 那麼東歐國家在歐盟的比重相對提高 可以不再做少數派 並且可以與西歐平等對話 文章提到在歐盟夏季峰會召開前一個月 歐洲出現了觀點的分歧 烏克蘭將在會後收到對其請求宿短 加入歐盟程序的答覆 但柏林、巴黎和阿姆斯特丹 只是承認基庫有資格排隊 但不願加速他們加入歐盟的進程 東歐的情緒明顯不同 波蘭、捷克、斯諾佛克、保加利亞、斯諾文尼亞 都真心希望迅速擴大本地區國家在歐盟的代表性 但如果有之日發生這樣的情況 歐盟就有可能脫離法德的控制 而作為幾乎所有東歐國家親密盟友的美國 對歐盟事務的影響將會上升 因由事態發展就不符合歐盟創始國的利益 作者指出 早在特別軍事行動進行的頭幾個星期 歐盟一分為二的跡象已經導出端離 2月28日 8位東歐國家領導人自公開信頒 敦促立即著手烏克蘭和歐盟的一體化 華沙可以說支持基庫的急先鋒 波蘭總統安傑依道達 譴責西歐國家尤其是德國 無論是經濟、武器供給上 都未能夠給予基庫支持 華沙還對另一個事件感到氣憤 就是西歐領導人繼續與俄羅斯談判 而波蘭就呼籲停止這樣做 雖然放棄與俄羅斯聯繫 但歐盟不想像波蘭那樣做到那麼絕 4月 俄羅斯中斷了對波蘭和保加利亞的天然氣供應 而無論德國、意大利 都未對這種前景做好準備 在過去三個月 350萬烏克蘭的難民越境進入波蘭 而2015年西歐曾經飽受移民危機之苦 現在新的難民危機將會引發當地政壇動盪 烏克蘭傾銷笑的陰影 和每年必須斥據之寶座不符合 已經掌握政權的政治家的心意 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索爾茨 告訴烏克蘭 家別歐盟只需要等十幾十年 索爾茨又形容 東歐國家力主歐盟東卻的訴求 就像東西歐關係中的一個巨大的暗兆 疫情之前烏克蘭在這場爭端當中的角色 是由西巴爾幹國家扮演的 西巴爾幹期待加入歐盟演有十幾年 2019年 捷克、斯洛佛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和羅曼尼亞外長 簽署了加快巴爾幹倫國入盟步伐的呼籲書 但無際於是 同年法國否決啟動巴爾 阿爾巴尼亞和北馬其頓加入談判 在2021年時 曾經長期討論這個否決要被取消 但除了重新分配少量資金外 當年舉行的歐盟西巴爾幹領導人峰會無質而終 作者認為 東歐國家爭取歐盟吸納與其地理位置相近國家的願望是情有可願的 雖然東歐國家在歐盟的比例達到四分之一 但這個地區官員鮮有在歐盟領導層當中擔任要職 西歐國家一向利用佔據的優勢 左右著整個聯盟的政策 他們對東歐現有的秩序指手或腳 並在必要時以罰款和制裁相威脅 如果一旦通過烏克蘭加入歐盟 那麼東歐國家在歐盟的比重就相對提高 可以不再做少數派 並且可以與西歐平等對話 文章有提到 自從有益保守黨法律和公正黨在波蘭上台執政 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和它的領袖維克托 在匈牙利鞏固政權以內 西歐就一直在持續對東歐進行攻擊 疫情為西歐國家提供了對付東歐國家的工具 2020年通過的共同設立的經濟復甦基金 是否從中撥款將取決於歐盟國家遵守 基本民主原則的情況 這條規定定立無奈 就用在波蘭身上 不過原定於給波蘭人的350億歐元就被凍結了 為了重獲資金 華沙不得不犧牲司法改革 儘管長期對峙的最終結果尚未明朗 2022年的案例 以及自2015年以來從未停止的磨擦 揭示了華沙的政治動機 他想擴大他在歐盟的影響力 從內部改變他 以便撥款繼續進行 並減輕遵守民主原則的硬力 富克蘭加入歐盟 將有助於天平往這個方向偏移 西歐則對今後發展前景持不同態度 自2015年以來 馬克龍自稱雙速歐洲的擁護者 雙速歐洲是指一邊是更緊密融合的歐元區 另一邊是比較接近歐盟的聯邦制 而建立雙速歐洲和雙速相關的改革計劃 就遭到歐盟多國的反對 他們認為這樣會被歐洲帶來末日 2017年馬克龍在當選總統後發表說 呼籲統一經濟標準和緊密團結 但僅限於引入歐元的國家 2022年考慮到烏克蘭的因素 雙速歐洲極思想已被修改 5月馬克龍號召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 即是一個鬆散的歐盟外部空間 幾乎進入那裡的通道是開放的 但卻沒有撥款 烏克蘭人亦不可以自由地移居歐洲 最後作者指出 巴黎是希望主要精力集中在一個截然不同的項目之上 即使緊密團結經濟上具有行為能力的歐盟核心 不過歐盟如果沿著這條道路前進 當歐國家將會變成貧窮 甚至是並不能夠完全享有充分權利的外圍 歐盟成員資格將在輪郭眼中退去昔日的光環 對於俄羅斯來說 洞西歐分裂是未來事態發展最有利的方案 今天的時事評論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